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也是赶在今天 带着副手吴欣盈前往中选会 完成了总统副总统的参选冬季 柯文哲就说找吴欣盈当搭档 是因为他年轻和自己互不幸最高 只是蓝白和确定破局了 柯文哲今天神情略显暗淡 对韩选择台湾会迎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和副手星光公主吴欣盈 一黑一白现身中选会 赶在最后一天登记参选 看得出又多匆忙 吴欣盈下了车还在整理服装仪容 柯文哲站在一旁赶等 接着两人出登板合照 请媒体补助画面 吴欣盈过了几秒才意识到忘记摘耳机 蓝白拖到最后一刻临时上阵 柯文哲没有登记的喜悦 显手笑容脸色也暗淡许多 过去我也支持民进党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必须站在民进党政府的对地面 我承诺我们会用理性物实科学 带领台湾脱离蓝绿意识形态的尼老 要摆脱蓝绿副手最终从党内找 柯文哲强调选人标准 就是要害自己互不信高 突然变成副总统参选人 吴欣盈难得在镜头前受放 说话还有些深色 只是蓝白合了大半年 最后却各自带着副手登记参选 还花在野别互相气爆 柯文哲分售国民党令组柯盈配 还是要尽全力拼总统大卫 记者最后报道